如果以上顏色跟妳的座像不合 不要擔心 用沙發 椅套來做個改變 是能夠化解 現在可以用窗簾布 做沙發套是不是 對 就沒賣窗簾了 這瓶不是也用窗簾做的嗎 被物理用是不是 就沒有賣窗簾了 現在很流行沙發布啦 因為隨時就可以幫沙發換顏色 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那其實大部分的客廳的門 大部分百分之五十都是 東南西北 西南西北 幾乎有看過都這樣子 所以 客廳大門為主 所以這時候呢 一定要記得用紅色的沙發 或是白的 或是深咖啡色的 都有帶來一個 地氣 柴氣的價格 像他們客廳大門 剛剛是說是西南 西南 所以就四片吧 所以我們選紅色 觀眾朋友家裡可以選白色 或深咖啡都非常好 忌諱 墨綠色 深綠色 會嗎 再來我們所說的香蔥 土木客 才不來運不好 當然沙發壞了 補手壞了 靠背壞了 或沙發的皮破了 趕快要修 不像人家的臉皮破了一樣 那可以在沙發上面喝咖啡嗎 可以 可以 但是如果它滴到的話呢 那就要吸 這不影響那邊 好 剩下一點點咖啡色 就把它把它洗掉 對 那很多人的客廳 那要選擇黑色 白色 綠色 都是五行相生的顏色 既會用黃色 綠沙發 深綠沙發很多耶 墨綠色的 墨綠OK 很多墨綠 綠色滿少的 清綠真的很不OK 而且盡可能上輕下重 這個沙發放得四平八穩 代表腳踏實力 也能夠做得很穩 代表地位 事業都穩定 如果客廳的座像是像 做東朝溪的話 那麼黑色 白色 咖啡色的 也是能夠最好的選擇 既會要用紅色的 還好你家不是做東朝溪 否則錢財一去不來 病痛等等都會發生 做北朝南的客廳的大門 那麼要記得綠色 紅色 黃色的 椅套或沙發或是椅子顏色 既會有黑的 黑的 南方出火 黑的出水 東板木 很多人喜歡用黑的 所以要特別注意 注意到這個 黑為水 你的門是南方的話 就不要用黑色的 非常重要 如果是做 既會用白色 叫做我們說的 木金香客 知道嗎 白木 對 白木 對嗎 不是 白木 吃錯了 對不對 等一下就賠儀多 所以綠色 紅色 黑色的 沙發或椅頭 非常重要 那用種是那種用木頭的 哪個東西 什麼意思 沙發 沙發用木頭 它有種木質沙發 你說那種古董式的 也有 對啊 桃木的 你說得非常好 當我這裡面所有能夠用綠色的部分 也可以建議用木頭的沙發 可是它木頭是派飛色的 派飛色的 那你要做選擇 有沒有硬唇 或是木頭的椅套可以做改變 就像古代那種的羅漢椅 對啊 什麼椅墊 椅墊的顏色來比較選 對不對 想要運勢平分 從沙發或是椅墊的顏色 就可以改變 以居家的大門方位為準 如果開在東南 西北 西南 東北方 沙發已選紅色 白色 咖啡色 淡即綠色 而開在北方 沙發已選黑色 白色 綠色 即黃色 而開在西方 而開在西方 沙發已選黑色 白色 咖啡色 即紅色 而開在南方 沙發已選綠色 紅色 黃色 即黑色 而開在東方 沙發已選綠色 紅色 黑色 即白色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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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